简安相立图书馆圣在节前夕举办了100个圣诞老公公的约会活动 除了表扬年度协助图书馆的说故事妈妈们 也感谢了企业捐赠110册的图书 另外还安排闯闻游戏还有听故事的活动 让大人小孩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时光 简安相立图书馆经过硬体修缮及充实软体 今年度获选全线示范指标图书馆 109年度最后一场亲子活动 是以100个圣诞老公公的约会为主题 在糖果乌全举办欢乐的活动 谢谢我们东泽建设公司为我们来做爱心图书捐赠 我们相信简安相途在109年里面 努力创造幸福有感给我们的孩子 所以谢谢我们所有一起集思广益的所有的爱心故事妈妈 为我们承担起在我们疫情后期的说故事 连续26场次来进行孩子快乐的氛围 在我们今年里面为我们简安相途来改善我们的杀菌设备 来增加我们LED的改善 在我们的视觉还有整个阅读灯光 以及整个环境的改善 都做了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工作 我们希望展望110年 我们在整个阅读在整个孩子亲子活动 跟我们整个激进上面都会有更大的成长 这次活动特别颁发感谢Drunk给今年度协助图书馆举办各项活动的说故事妈妈们 同时也特别感谢有企业捐赠了110册的图书要充实馆长内容 简安相递图书馆还邀请到华人国中的同学做音乐律动表演 以及专业的老师说故事带游戏玩闯关 活泼有趣的节目安排 让参与的大人小孩们都玩得十分开心 这旅会展相报道